在阿尔金山上流传着一个巨人的传说 不少人都看过巨人那67厘米长的大脚鹰 那个神秘的怪物看起来又像是人 又像是猴 长得非常奇怪 这种大脚怪兽生活在无人赶去的雪山之上 那么它又是怎么被发现的 它的身上又隐藏了哪些秘密呢 今天科普君就带你一起看看阿尔金山大脚兽的故事 在1984年有一支专业的科考队来到阿尔金山 想要调查出来当地牧民口中说的那个巨人足迹 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了深夜 在车灯的照射下 科考队的成员们在河滩雪原之上 发现了一串奇怪的脚印 那脚印无比巨大 每支脚印长40厘米 斑度在13到15厘米左右 脚印深度在6.5厘米 根据脚印的形状和朝向 留下这个脚印的大脚怪 走路可能外八 这个大脚怪的单步距离是1.5米 最大的一步能有2米 根据脚印的走向能判断出来 指知大脚怪是往西藏方向去的 根据当地牧民们的描述 这个大脚怪浑身上下长满了浓密的毛发 嘴里发出了类似于猴子一样的叫声 一看到有人靠近它 它就会远远地躲开 虽然不会去攻击人类 但是也不会和人类接触 后来科考队有几名队员 在阿尔金山的穆兹塔格峰下的冰斗里休息 这个地方的海拔是5800米 这绝对是人际罕至之地 到了晚上队员们搭了一个帐篷 在里面休息了一晚上 等到第二天醒来一看 见到的景象简直吓了他们一大跳 只见帐篷外全部都是巨大的脚印 这些脚印向外延伸 最后消失在了一个巨大的冰川里 在1999年的一个秋天 若羌县的几个牧民 外出来到阿尔金山坡一带地区放牧 到了傍晚时分 他们正围着火堆享受美食呢 就见100多米远的地方 竟然有一个巨大的怪物 那怪物能有两米多高 还能直立行走 嘴里发出的声音 类似于猿猴的叫声 那些见过这个大脚怪的牧民们 对于这个神秘怪物的描述大体相似 综合牧民们说的各种传闻 我们也能得出大脚怪的特征 它身高两米左右 喜欢在大雪天出来活动 但是却不像其他猛兽那样爱袭击人 虽然身体看着巨大而又笨拙 但是它的速度却非常灵敏 它甚至能轻轻松松地跨过 一米多高的障碍物 不止中国有对于大脚怪的记录传说 在美国也出现过对于大脚怪的记录 19世纪就曾经流传过 有孩子在丛林中走丢 当它被搜救队员救出来之后 它向队员们讲述了在丛林之中 有着毛发特别浓密的高大巨人的故事 1924年 有个名叫奥斯特曼的伐木工人 他当时正在加拿大的土巴湾寻找金矿 就在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竟然被一个大脚怪偷袭了 这个大脚怪将奥斯特曼抱到了一个山谷之中 这里面还有六个大脚怪 也不知道这大脚怪是心地善良 还是只想单纯地研究一下人类的长相 这些大脚怪竟然都没有伤害它 过了几天时间 它找到机会逃了出来 1951年 英国著名的登山家艾瑞克·西普顿 有一天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地里 看到了一串无比巨大的脚印 从他拍摄的照片来看的话 这个脚印大约有33厘米长 20厘米宽 脚印主人的大脚趾很长 在20世纪初 英国一位47岁的驻产士 要去看望自己已经年老的舅舅 就在当天傍晚 他正陪着舅舅吃完晚饭 出门散步的时候 他们发现地上有个巨大的脚印 脚印有25厘米长 15厘米宽 这驻产士虽然不是动物学家 但是也没见过有什么生物 能有这么大的脚印啊 在凌晨时分 在农场的西北角 突然传来了一阵野兽撕咬的声音 从远处隐隐约约 还能听见一阵羊的叫声 当时人们虽然听见了这个叫声 但是怕有什么危险 都没有人敢过去第一时间查看 等到第二天早上 有人壮着胆子前往现场一看 只发现一只已经被撕碎成了两半 头部还被咬了下来 身上大部分的肉 应该是被昨天晚上嘶吼的怪物吃掉了 其实大脚怪还被叫做北美野人 在北美地区一直都流传着 有关于大脚怪的传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大脚怪的故事可能只是个传说 但也有一部分人是相信 大脚怪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在1811年 探险家大卫·汤普逊 在哥伦比亚河河口 发现了一串巨大的人形脚印 这也是个无比巨大的脚印 有30厘米长 18厘米宽 那么这个神秘莫测的大脚怪 到底是个什么生物呢 把那些目击者的描述总结一下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 眼大势力好 嘴大鼻子宽 长得像星星 体态像人类 不会讲话只会叫 身高近两三米 肩宽有一米 高大又威猛 身形灵敏 浑身长满毛 能轻松举起巨石 大脚兽喜欢学居 一般晚上才出来活动 而且神出鬼没的 但是这个大脚怪却又很顽皮 他不让人捉到他 心踪鬼秘 但是却又经常出来溜达 让人们一次次想起他 看见他的身影 对于美国等国家的大脚兽 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阿尔金山的大脚兽 却有了一些争论 有人觉得这个世界上 是存在大脚怪的 它很可能就是巨猿 这巨猿是一种已经灭绝的猿 生存于大约100万到30万年以前的 中国、印度及越南 这个巨猿站立时身高能有三米 它的力气很大 它能轻轻松松地咬断一根 顽口粗的竹子 就像人类折断一根牙签一样轻松 这个大脚怪会不会就是巨猿的后代 它们在阿尔金山生活着 但是有人不这么认为 反对者觉得 现在并没有任何影像资料能够证明 这大脚怪是真实存在的 万一这些所谓的大脚怪 是老百姓们出去的时候 看到了一些没见过的动物 将这些动物联想到大脚怪身上了呢 那这大脚怪到底是什么生物呢 最后人们想到了一种生物 那就是西藏棕熊 它是一种体长在1.8到2.1米长的熊科哺乳动物 虽然大部分时间它都是四肢着地前行的 但是偶尔也会站起来走两步 可能人们看到的就是站起来的棕熊 将棕熊误认为是怪物的情况早就有记载 早在18世纪 当时流传着一个有关野人的传说 说是有一个角似人角 全身长毛 身材高大 直立行走的怪物在西藏出没 还流传着野人劫持了美女 并和美女生儿育女的传说 人们还发现了一块棕熊皮 最后发现所谓的野人其实就是棕熊 野人皮经过鉴定就是棕熊皮 那么很可能阿尔金山的大脚怪 就是这个大脚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